這個後面的話,剛剛是第1跟2,兩個,一個是扭轉濾鏡,一個是風動效果 那接下來的話,第三就是加陰影效果,陰影的話怎麼加? 我們來看一下陰影的部分的話,實際上你會發現它背後好像有一個陰影的效果 只是說它沒有講得很明確啦,所以跟各位講,就是那個所謂的標準答案 實際上就是照它給的這個TIFF檔當成是... 所以最後我可能做的效果,可能不完全100%正確啦 所以你們可以再去調整,像剛剛那個我是做兩次強烈 那我是用怎麼講,我是用看的啦,你們細部也許自己再試一下 也許有些電腦的解析度會不太一樣,也許可能一次搶一次輕微,會不會效果更接近? 那就看你們實際上電腦的效果而定 好,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接下來的話就是加陰影 那陰影怎麼加?首先接下來的話,我們一樣針對這個圖層 圖層在這邊,如果你要加陰影很簡單,直接在這個圖層縮圖上快點兩下 它會有一個什麼呢?叫做圖層樣式,跳出來 OK喔,所以特別注意喔,每個圖層會點兩下,它會跳出來 這個東西,或者是按滑鼠右鍵,它叫做混合選項 也可以啦,反正看你們哪個比較好記 點兩下應該比較快,OK,點兩下,然後你可以看到陰影效果 其中將來呢,只要會需要用到陰影的話,你就可以打勾陰影就可以了 另外的話,其實陰影之外還有內陰影跟什麼外光運,哇一堆的 所以喔,如果假設你要做類似的效果,太多地方可以調 那至於要調多少才是比較精確喔,說真的啦 這個可能要花一點時間,那我大概試了一下結果大概啦 大概這邊是間距大概5吧,展開大概20 然後像素大概15啦,不過這個是我大概看的一個結果 那至於比較精確的,差不多你們自己再微調一下 主要是針對這個後面,那去看一下TIF檔 到底是不是越接近越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TIF,有沒有後面這個陰影 接近就OK啦,所以看起來好像差不多了 按確定就可以了,有個陰影 不過如果你覺得不夠的話,有沒有 你還可以再把剛剛的那個陰影效果 再增加一點點,有沒有這邊地方 然後甚至不透明度可以增加 這個就是它的那個透明度部分 如果你不需要陰影這麼強,有沒有像這樣 這個是沒有,越來越增加,越來越增加 這個是增加它的強弱 然後它預設是75% 另外展開的話,像我剛剛是展開版60 如果你覺得不夠的話,有沒有 你可以再增加,這樣怪怪的100就變這樣 不過這裡有點像是卡通那種 有些卡通後面有點像類似 那至於多少,我大概調啦 比較好記在20 另外的話,尺寸 我這邊15,如果你覺得15不夠 沒關係,多一點多一點 有沒有,後面陰影很多了 這樣太多了啦 OK,大概我剛剛調一下15 可是如果你覺得不夠,沒關係,你再加一下 OK,好,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陰影OK之後的話 接下來的話,我們再來看一下 第四就是說,PSD02-1 然後把它做什麼呢 把它放在這個圖層1的下方 並且套用什麼呢,這個濾鏡 所以第一個當然就是重疊在它下方 怎麼樣把它放到哪一張這一張 它的下方 它的下方的話 我們理論上 要不就是Ctrl-A,C Ctrl-A是全選 Ctrl-C的話就複製 然後你再做一個Ctrl-V貼上 可是問題它現在圖層會在剛剛圖層的上方 所以它在下面 那你就把它移到下面就可以了 有沒有,這樣後面 然後這個圖層先關閉一下 那它做什麼呢 它說這個效果 我剛剛實際上就是把它複製到 那個置於它的底下 重疊就是等於在它的下方 然後並且套用放射狀模糊 那要多模糊就是這麼模糊 這麼模糊 我看一下 那所以濾鏡裡面有一個 其實它模糊嘛 所以你就找到模糊 模糊裡面有一個叫放射狀模糊 OK,所以你會發現模糊一大堆 那至於哪一些模糊你比較喜歡 我是建議你每個都試試看 我們之前 當然比較常用的是高濕模糊 那這邊的話用到放射狀模糊 那模糊的總量應該多少 然後品質多少 這個可能還是要試 所以我們試試看 我試過大概50好了 50好像旋轉 OK,按確定一下 50 那至於這個50 是不是比較接近 好像已經很接近了 你們再比較一下好了 好,那50之後的話 我再把剛剛的東西打開來 好了,已經越來越接近了 那兩篇再比對一下 好像滿接近 不過還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上面這一塊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上面這邊多一塊 所以待會那一題 就是要把上面那一塊 本來它這一張圖 好像是640乘640吧 我把它顯示為尺寸 不過尺寸單位它不是像素 所以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改一個地方還記得吧 改那個偏號設定 一般裡面 可以把它的尺寸 它的那個單位部分有沒有 把它改成公分改成像素 那你可以看到這張圖 就640乘640 那它希望我們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寬一樣是640 但是高的話呢 大家把它扣掉 扣掉上面這邊變560 也就是這邊上面的80 要把它砍掉 那要怎麼砍掉 其實呢 要砍掉最簡單的方法 採檢工具比較好 寬的話要多少 寬要640 高的話要多少 高560 OK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 把它選一下 點一下其實把它選一下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這個地方呢 就會剛好給你一個尺 你可以把它刪掉 OK 可以透過什麼 可以透過這個採檢工具 或者是說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前面我們用過 就是影像的尺寸 影像尺寸其實也可以 有沒有 它原來寬跟高640 那你可以把高改成560 一樣可以 所以兩個方法 試試看好了 就是第幾題 第五題的部分 先試試看第三跟第四 待會我們再把第五跟第六 那就完整這一題 OK 試試看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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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